在门接着讲 吴老二演的那本破书 这局黑方直接升炮过河 然后半途裂炮 下面我们进马 准备过冰踹这个炮 黑方一看正好打一串 局有根啊 对不对 我们就对着 双方的马都没有好路可去 所以黑方打马 那也是必然 下面重点来了 可不是沙马 而是笨窝草 这就是叫沙 进马 进炮就杀起 关键黑方不能补士 不管补哪一边 将军抽居啊 所以黑方只能进将 然后我们起横居 那黑方进炮也是必然 就说希望红方补士 把这个居路给阻断 那我们当然不会上葬 炮也不能乱走 因为这个有沙 所以这个时候 一定要顶住这个炮 下面黑方肯定想打炮僵局 要对 红方如果交换 黑方大优 因为攻势被瓦解 而且黑方多子啊 对不对 所以这个时候 关键问题你不杀 人家要杀 是吧 所以只能是进马 踹狙 黑方正好处狙 然后平狙 可不是为了杀马 而是叫杀 这个时候 黑方只能平将 问题又来了 到哪边去 如果降五平四 我们进居一将 然后退马一将 市不能动 这边有居 只能电炮 看市代下 只能平炮 再回马 双将 杀其 好 咱们回到节点 再看 黑方 降五平六 我们进居一将 请上来 再退居 目的也不是捉炮 而是平居一棒子 就撸死了 所以黑方 只能再退回去 然后 再退马将 老将两边来不了 要么进 要么退 如果 进将 我们就平居 叫杀 是吧 进居一平 就杀起 黑方 只能进马 守住这个中路 然后我们平居 又是叫杀 进马 就杀起 黑方只能 进居 守这个点 但是 我们一样 上 将不能平 是吧 平居杀起 也不能退 进居杀起 那黑方一看 可能都笑了 高居 就是守点位 杀马的 对吧 当然不杀 也不行 下面我们 平炮一将 不管老将 到哪边去 都是 杀起 好 咱们再回到节点 看黑方 最后一个硬法 只能退将 进居一点 就是叫杀 这个地方 黑方如果平炮 就是说你带想 我就送你一个炮 但是毛又没有 还是要杀 只能进居 退居带想 只能平将 然后 就杀起了 所以 这个时候 黑方 只能 进居 尽满一将 请出来 退居 叫杀 只能进将 赵头一棒子 只能进居 再平居 黑方 如果退市 就无解了 是吧 下一步 退炮 平居 那黑方一看 是已经扬起来 领导 抓紧跑 但是我们一进炮 就申请马后炮 只能再跑 是吧 只有一个脸位 赵头一棒子 给他撸回去 然后 下步 拜拜